他沒有講全部啦 我是說他們 就是陳耀昆 他講陳耀昆 我有說全部的警察嗎 也有好的警察 我對這些檢察官 聽說你們這些人 我真的是非常不服氣 有就有 辦就辦 不需要整個全部拖下水 你不需要現在就是因為人家 沒有答應你的事情 你把他拖下來 要兩萬塊三萬塊 我現在要跟你說好不好 你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我絕對不容許 來 我們聽盧小姐講一下 因為那個弟弟他本來說要做偽證 後來是他自己已經跟法官坦承說 我已經私下有先找他 你知道嗎 弟弟招架不住 他跟法官講 那你覺得我不要講嗎 法官已經要燒到你了 是不是 法官跟弟弟問了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我現在只問一個問題 我今天得到什麼 法官 你還要得到什麼 不是啊 我今天根本就沒有什麼 那你覺得我吸毒 吸毒被抓 還因為你朋友 不是 我吸毒被抓 還因為 因為你恐嚇要辦你的朋友 你怕了 法官跟我講說無期徒刑 然後把人家全部出賣了 然後你再來出賣這些警察 你怎麼這麼可怕啊 你怎麼不說警察很可怕呢 他們可怕 該辦 我贊成 你可不可怕 我哪裡可怕 你講給我聽 你可以毀掉所有的人 我毀掉誰 他如果不做錯 會毀掉他嗎 你毀掉陳耀昆 你要把全天下的警察全部拖下來 在這個節目上面 我有說全天下的警察嗎 我有說全天下的警察嗎 你知不知道在這個十六個小朋友 已經有人講說 你當初怎麼去找他們去的 你相信嗎 你敢擔得起 我敢啊 那你就慢慢擔 我為什麼不敢擔咧